与我同处,信仰牺牲寻处 我们知道这一篇信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关于三一神的真理方面的了解 能够有清楚的认识 第二就是对于三一神,我们知道是为着 特别在经论方面,是为着我们的享受 我们主观的经历 这两个重点我们都能够把握住 因为都是非常重要 这些日子主带我们了解主恢复的主要项目的重点 为什么大家都是基督徒 我们除了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之外 还要看见我们是为着主的恢复 为什么这样说?基督徒那么多 基督教的团体那么多 我们特别说我们是为着主的恢复 就因为在这里,主在地上,主在今天的世代里 祂是再要往前的 再要往前的 一面是改正已过的不够和错误 一个是达到审视力更多的更高的更正确的认识和经历 若不是这样 主的恢复 光是一个旗号 一个名称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在这里说的主的恢复 并不是相对于那些别的宗教 乃是相对于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教的团体 都是所谓的教会 但是这些是有所不同 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地方 那个不同不是因为故意标榜不同 乃是主在这里改正已过基督教的错误 并且能够更往前达到神所要的 更进步的属灵的实际上面去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头一个就是我们所信奉敬拜、事奉的对象 就是这一位神 我们这个不是说 这个独一的神是真神是活神 所以观音不是神 如来佛不是神 他不是说那个当然是不是神 那个是一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他的 但是就是今天都是称为基督徒 都是相信神的、相信真神的 但是你真问他们 他们也搞不清楚 有的地方就搞不清楚 所以两千年来 基督教对我们所敬拜的神怎样 有许多的辩论 有许多的争吵 这个争吵到后来不可开交了 后来就召开大会 就设立了所谓的信经 相信你相信 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最重要的点 不能够跟这个愉悦、跟这个不同 如果不同 他们就不承认你是基督徒 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不是小事啊 比方说 我知道某人是我的父亲 那父亲跟别的男人有一些不同 我一定要认识嘛 不然就叫错了嘛 但是这个父亲 他里面的讲究 我们必须了解 最初基督徒信主 主耶稣定十字架以后 教会开始了 大家起来传福音 见着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基督 那犹太人尽力量 要铲除这个信主的人 当然连主耶稣当时 都是因多犹太教 犹太人 他们说这是异章 他明明是个人 怎么说他是神 这是亵渎神 明明是个人说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就是神啊 所以 但是基督徒说是神 不光是因为我们看见 他种种的作为、行动 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 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位基督 乃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圣经 就是旧约的圣经 所给我们记载 给我们应许的这一位救主 这一位基督 所以 但是人就 那如果这样神之外 哪个耶稣也是神 那这变了两位神 这怎么可以啊 所以 这里就形成一个一个问题了 到底 所以两位神呢 还是一位神 然后 然后 我们也知道 圣灵也是神 所以 今天 人如果不把这些搞清楚啊 一搞 人家就 以为你是异端 但是 你如果照这里 一问他们 就把他们问倒了 比方说一个基督徒 你就是一个 找一个牧师 他也不一定能够答得出来 你说 圣父是不是神啊 他一定说 是啊 圣子是不是神啊 是啊 圣灵是不是神 也是啊 那到底是三位神 还是一位神 他讲不出来了 到底是三位神 还是一位神 他就搞不太清楚了 当然 这个 做牧师 读过沈学院 应该也会搞得清楚 但是 不一定 但是 但是现在就说 别人搞不清楚 你搞清楚了没有 我们搞清楚了没有 所以 读这个 你们应该我们能够 要搞得清楚才是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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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것도 阿们 阿们 阿 zu 所以特别这一周唱的这首447首诗歌 我听弟兄们在训练里面说 这是李弟兄做的诗歌里最好的一首 最高最好的一首 他就把三一神成了我的一切 是何等的稀奇 何等的荣耀 他这个神圣的素质成分 我能够取用不竭 何等的逍遥 高超何等的逍遥 并且第二节讲不 他的丰富全归你所有 全归你 你想象不到的那个丰富 都是你的份 不敬不竭 能够享受之道永远 取用之道永久 然后子啊 他竟然来到我们人的中间 他的十字架就是何等的有效 把我们得罪主的罪案 那个污秘那个各种消极东西完全消除 让我们跟这一位神能够联合联结尾 这个是子的救赎 然后第三 这一位灵 哇 他就是把神就带给我们 给我们享受 他说这个是何等的逍遥啊 逍遥 我们形容一个人逍遥自在 嘿嘿嘿嘿 这个 换来换去 逍遥自在 这个灵 嘿 真是不得了 所以最没了 这位神就是在 祂是灵 祂是灵也是在灵里面 这个正好 然后这个灵后 这个十三章十四节 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那这一个就是三个 这位经论里面的神父子灵 三个 祂有爱 祂有恩 祂有交通 所以换过来说 我们碰到爱的时候就碰到神 碰到恩的时候碰到子 碰到这个流的时候 我们就 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碰到灵了 这三个东西喝起来 哈利路亚 在宝座上 无限的吩咐 今天就到了 我这个小小的人里面 真是喝得你好啊 真是赞美神 所以这个最终应该把我们 带到这个经历和享受里面 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造会生活 我们的早上的承导 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应该啊 下诺这一个来经历三二一的神 所给我们的无限的吩咐 和你好 感谢神 太有福了 我求你与我同住